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現在是晚上8點多 今天是清明節公眾假期 今天真的沒什麼人看我的影片 不過不要緊 豬仔安排了本身都是打算介紹這隻手錶給大家 這隻就是一隻 Orient Star 是 在日本手錶裡面屬於高階的系列 豬仔比較少介紹高階系列 今天晚上入夜之後都比較安靜 豬仔有時間去 做一些資料搜集 介紹一隻高級的Orient Star 給大家 其實我們先欣賞一下 先不要說價錢是否高級 我們先欣賞一下這隻手錶 如果這隻是一隻 我們先說日本手錶 因為豬仔也是日本手錶給我熟習的 就是它有一個Open Heart Power Reserve Power Reserve Indicator 動力儲能顯示 跟著有一個Moon Phase 再加上日力 其實 不要說在日本品牌 在瑞士品牌來說 如果要有齊這四樣東西 都是極之少見 何況在日本品牌呢 所以今天介紹豬仔 介紹這隻Orient Star 是非常之特別的 這隻是一隻定價過萬的 Orient Star手錶 屬於高階的系列 F7的機心 我們先來拉近看看 欣賞一下錶面 欣賞一下Dial 非常之美的仔細的造工 每一個細節位都是做得很精美的 這隻錶 我們先看看 正中間的位置 右手邊 我們看到 上面寫了三點位置 寫了Orient Star Automatic Orient Star的Logo 就用了一個金屬的 字釘 金屬的字釘 銀色的 然後你看到後面背景 這個 標盤的位置 這個 標盤的位置就做了一個 白色的 但是它上面有一些暗文的 寫著S字 是一個 Orient Star的暗文的小Logo 然後我們看看12點位置 12點位置就是0-40的動力儲能顯示 這隻F7的機芯就是40小時的動力儲能 以及有40小時的動力儲能顯示 就是F7 X62的機芯 屬於一個高階的 機芯 在日本手錶來說 它也屬於一個高階的機芯 因為日本手錶一般 除了GS之外 其實都比較少 是去到1萬多元定價 而這隻 Orient Star 就是一個 過萬元定價的手錶 我再來看看 這個9點位置 這個Open Heart的位置 近鏡大家就會欣賞到 其實在Open Heart裡面我們會看到 經常我們都 聽到豬仔介紹 Open Heart 開心 其實它裡面看到一些東西 我們看到琴重系統 看到半甲板 甚至乎我們看到擺桌 現在我們正面看到 魚鱗文那裡 就是一個半甲板的打磨 它就做了一些魚鱗文 其實在這個 這麼小的Open Heart的視窗裡面 它都做了這麼精美的打磨 就看得到 這隻錶的造工的高級 非常之靚的造工 F7的機芯 我記得前陣子我 Post過一個 視頻就是 一隻F7機芯的降大錶 還有 Post過F6機芯的新悶 有錶迷留言 叫我豬仔可不可以拍一下 這個 F7的新悶 F7就 有Moon Phase 沒有新悶 豬仔就介紹了一隻Moon Phase 手錶給你 好了 跟著我們看看六點位置 六點位置的小盤上面 就有了Moon Phase 有個月相 還有一個日力盤 有一個日力指針 亦都是有不同紋腦的打磨 你可以欣賞一下 這個白盤 配了藍色的錶針 不論是 Power Reserve的針 和時分秒針 加上 日力針 都是做了藍色的紙針 欣賞一下 我們看看 秒針 我們看看 仔細位 其實它有微微彎曲 看到嗎 是微微彎曲的 比例很正的 為什麼呢 微微彎曲 剛剛是踏住了 外圈這個黑度的位置 剛剛碰不到 大家一起欣賞一下 而分針都是微微彎曲的 大家在這個角度看到嗎 分針都是微微彎曲的 僅僅是指不到 黑度的邊 微微彎曲是人手打造的 在日本的時候 師傅每一隻打造 這個微微彎曲的狀態 就是 為了避免 碰到一塊玻璃 或者兩支指針 能夠重疊的時候 碰到 所以做了這個微微彎曲 通常是一些高級的手錶 才會有這樣的造工 大家一起欣賞一下 秒針和分針 對了 剛剛重疊了 就是微微彎曲 非常漂亮的造工 當然一隻ORANCE STAR F7的機心 這裏我手指指著 寫著F7 JAPAN 一定是日本製造的 是製造的 拉遠一點 和大家說 這隻F7的機心 就是 一個40小時動力儲能的機心 F7 X62的機心 都是21,600的震頻 時間差距 比F6小 提升了一倍 F7的機心 F7的機心 就是 正15負 正15負 5的 每日的時間 不差的標準值 通常 以我的經驗 做出來 都是10秒之內 都是10秒至10秒之內 是一隻 屬於比較準確的時間 日本的高階的機械 你看到顏色的配搭 這隻標 做了5ATM的防水 50米的防水 這個標觀位置 就放在3點位置 你看到 銀色的不鏽鋼 標學就配搭了銀色的標觀 我們輕輕地向上轉動 就是上發條 這隻標就40小時動力儲能 其實不需要30下 就已經上滿40小時動力儲能 非常之敏感 上動力儲能 這隻標 F7的機心 可以手上發條也可以 可以自動也可以 兩樣的 還有你看到 45點這個位置 4點這個位置 是一個按鍵 這個按鍵 是調教這個Moonface 其實它會送了 除標符送了一支 膠頭的撞針 就是用來 按壓這個Moonface的位置 這個是膠頭就不會刀花那個標殼 好了 我們再來看看這隻標 這隻標就做了藍寶石的玻璃表面 也是用了SAR塗層的 藍寶石玻璃表面 非常清潔的 你看到這個角度看很清 好像沒有裝玻璃 很多時候藍寶石玻璃表面的 日本的機械錶 都是做了面是藍寶石的 這次就連底這個 錶底這個 都是做了日本藍寶石玻璃表面 這個錶底都是做了日本藍寶石的 底面都是藍寶石 我們等一下再講一下錶底 先講一下正面 正面 你看到是一個白色的錶面 藍寶石的玻璃表面 這個藍寶石玻璃表面有層 有一點點coating 有一個藍藍色的 在光的折射 有個coating 錶帶 配搭了當然這隻錶很高級 錶帶就是用了 鱷魚皮的真的皮革 鱷魚皮的錶帶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它是比牛皮軟縮 很軟縮的 現在的錶帶都很軟縮的 非常軟縮的 還有鱷魚皮的錶帶 皮革的錶帶 都是啞身一點的顏色 就不是好像牛皮一樣亮的 牛皮通常都是壓鱷魚紋的 這個就是真鱷魚皮的錶帶 上面就是 1 2 3 4 5 6 7 8 9 9個錶孔 有口字薄的錶帶 都是做了 車線的皮帶 車線的鱷魚皮錶帶 其實一條鱷魚皮錶帶 市價現在應該在賣千兩兩千元 這隻錶就配搭了這條 這麼高級的鱷魚皮錶帶 再加上了它用了 摺疊式的 錶扣 很多時候東方星 如果選購過之前 看豬仔頻道 選購過東方星 這個手錶 ORANCE STAR的手錶 都會用上了這個摺扣 這個摺扣的作用就是 防止你 這麼快速損耗的那條皮帶 因為你平時拉 用那些針扣 一拉的時候 一拉的時候 針扣就會 整天拉斷了那條錶帶 很容易拉到這個錶帶 就弄了 這個 接扣 就不會有這個情況 減低了損耗 都是一些高級的手錶 都會用到這個接扣 好了 先說一下錶底 錶面 說了 錶底 再說一下 錶殼 錶殼 就是做了 316L的不鏽鋼殼 光身的 好了我們抹一抹 看清楚一點 好了 軟邊的部分 軟這個藍寶石玻璃邊的部分 就做了銀色的 錶殼 銀色的光身錶殼 錶棺呢 剛才我們看過 這個錶棺的形狀 打磨得很漂亮 上面有一個ORANCE STAR的凸起的Logo 錶腳位置 都做了拋光的處理 好 錶底方面 我們看看錶底方面 錶底就做了這個 螺旋式透視的底蓋 剛才我提過了 這個錶就是日本製造的 我們看看錶底有沒有寫 通常錶底都有寫的 是的 沒錯 錶底寫著 Made in Japan 然後這裡寫著 F7 X6的機芯 也寫著了Water Resist 5個bar的防水 一個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我們看看 這裏上面有 幾粒藍鋼的螺絲 有三粒藍鋼的螺絲 另外有三粒藍鋼的螺絲 還有板橋的位置 都做了漁輪文的打磨 打磨造工也很漂亮 另外這個陀的位置 寫著了ORANCE STAR之餘 做了一個日來雅文的打磨 亦都寫著了JAPAN 好了 接著我們看看這裏 都做了一個人造的 紅色藍寶石 在這裏 所以就跟這個藍鋼螺絲 呈現這個對比 通常是一些貴的瑞士手錶 才會用上這個 複雜燒製的 300度高溫燒製的藍鋼螺絲 而在這隻 日本的高級的ORANCE STAR裏 都用了藍鋼螺絲 再加上這個 人造紅寶石的 點綴 令整個錶底豐富很多 再加上了 魚卵紋和日來雅文的打磨 非常漂亮的造工 好了 反正面看看 一隻高級的 ORANCE STAR 這個ORANCE STAR 整個錶的錶徑 是41mm 而厚度是13.8mm 錶帶寬度是20mm 它用了黑色的錶帶 配搭了銀色的錶殼 白色的錶盤 藍色的指針 好了 這隻錶的豬仔 有幸拼上去給大家看看 這隻錶非常漂亮 40小時動力儲能 的ORANCE STAR 這隻錶看下去 我先量一下 這隻錶不是很大隻 雖然它達到41mm的直徑 但是不算很大隻 因為那顆粒應該不是很大 我們看看那顆粒多少 那顆粒是48.4 所以整隻錶整體看下去都不會很大隻 很斯文一隻Jazz Cork的錶 感覺很高級 如果這隻錶是瑞士錶 我猜 都比較少 不是那麼多品牌 有Open Heart 有Power Service Indigator 還有Moon Face 加日曆 真的不多 我暫時都 都想不到 幾萬元內的手錶都不多 而豬仔今天推介這隻ORANCE STAR 就有齊這四樣東西 四樣發佈 再加上一支 時分針的微微彎曲 和它的精準設計 剛剛碰不到 你看到這支秒針一走過 剛剛碰不到那個刻度 非常之好的造工 時針其實也是的 剛剛碰到羅馬字的腳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是用了羅馬字的標盤 羅馬字有時候 給人很高級的感覺 好了 豬仔推介多少錢呢 這支錶定價 我沒有記錯 就有一萬一千多 好像是 不知道多少 因為加了一兩次價 這支錶 之前是一萬零多定價 其實好像加了一萬一千多定價 我也沒有刻意去看那個定價 豬仔推介 多少錢呢 就是 6880元 6880元 就可以帶這支高級的 ORANCE STAR 日本來說這支手錶也屬於高級的 尤其是在ORANCE STAR裏面 過萬元的定價的手錶 豬仔就有一隻現貨 有一隻現貨 如果有興趣標迷 就是 EASTA假期之後 我都有機會可以訂到多一隻 因為這些數量真的不多 如果有興趣標迷 就可以 在手錶的概括內容 下方那裏有豬仔WhatsApp電話 WhatsApp給豬仔也可以 打給豬仔也可以 告訴我 你在佐敦怎麼拿 還是荔枝角怎麼拿 好了 原來呢 我剛才說漏了 在這個PowerSurf的indigator 那個位置 你看到呢 它都是做了一個凸起 凸起的 還有一條銀色的邊線 所以是很立體的 看起來很銳利的 再加上了這個 這個半格版的輿論文打磨 OpenHeart裡面 非常仔細的造工 好 喜歡豬仔這條影片推介的標迷 記得給個like豬仔 賺一下豬仔 豬仔很努力地介紹給你們的 盡量找一些筍標 推介給你們 如果你 喜歡廣東話推介日本手錶頻道的 記得按一下 訂閱 下次再有新標出的時候 第一時間通知你 希望今天 有人看到我這麼用心做的片 因為 今天有點灰 沒有人看我做的片 但今天有些時間 衰豬仔 想介紹了這隻 ORANCE STAR F7 Moonface 有興趣就找我 6880 多謝